11月开始入境美国 必须完整接种两剂疫苗 美国CDC说只要接种 世界卫生组织授权的疫苗都会成论 有民众担心打了高端无法去美国 是否会建议最好打国际疫苗吗 还是会调整相关的疫苗政策 我想有关疫苗的施打 我们已经讨论过很长的一段时间 那现在已经从第一剂的覆盖率 提升到国人最关心的 就是第二剂该如何施打 因为第二剂的施打 除了要有逻辑施打以外 其实它是要科学的 因为它跟第一剂的距离时间应该是多少 我想我们的政府一定要有全盘的破话 那疫苗的注射市长不断的强调 它是有民众的志愿性 所以民众决定施打哪一种疫苗 其实我们身为政府部门 不管中央的地方 一定都是要尊重 只是我们的政府该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一定要非常的精准到位 当时在国产疫苗在有争议的时候 我们就不断的强调 以新北市政府的立场 包括很多国人的角色 绝对不会反对我们的国家 来发展国产疫苗 可是这个发展的过程中 除了程序要完备 要重视科学精神 值跟量要变重以外 市长不断的强调 就是要跟国际接轨 接受国际的认证 所以如果以刚刚题目提到的这个 世界各国未来是不是在入境自己国内的时候 需要看到疫苗注射的相关的规范 不管是一剂打了什么 或是两剂施打的情况 我想这些在之前都已经不断的提醒 我想这个时候政府也要亡羊补疗 刚刚已经特别提到 政府要扮演的角色 不管中央地方 就是给我们民众安心跟信任 不管我们施打哪一种疫苗 提供哪一种疫苗给民众选择 所有的资讯都要公开透明 现在既然已经有发现 有些国家已经在开放 已经在管制各种疫苗 施打的人口才能进来 这时候我们中央就赶快的补救 赶快把需要国际认证的赶快帮他完成